有一個怪物新人 他被一個片商框下來了 是20歲青春的搭配 這種天菜 然後穿田徑服 然後穿跑鞋 穿短褲 在操場上跑步 那應該會造成轟動 旁邊是所有台灣男生 一定都知道的 一見晚春秋 那俗稱見大 謝謝 謝謝 剛剛跟見大聊到一些 早期的回憶 因為我們的年紀 上下差幾歲而已 所以我們剛剛就在聊那個 長坪 聽說你在那邊 見大你在那邊住一年 我在那邊住了一年半 所以你知道 我到現在還這麼瘦 就是這個原因 當時已經氣血什麼 都完全空虛掉了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其實我是完成了千人展的成就 你知道嗎 見大你現在看片子 你還會有感覺 還會有衝動嗎 我覺得還是有 所以你知道 因為我後來結婚以後 就金盆洗手不幹了 所以現在我只能考一篇發洩 那我一直覺得 既然我是做這個行業 我還是要有保持熱情 如果哪一天我發現 我連續看了好幾天片子 都沒有反應的話 我可能就要 退休 退休了 就是保持初衷 對 就是因為射所以才去 對 雖然那個印度 大概從100 大概只掉到 大概四五十 但是我還是要堅持 每天要有 發洩熱量 這種準備 真的 辛苦您的右手 也辛苦 太太了 因為現在台灣的 這個產業也在蓬勃發展 那跟日本這個成人影片 到底有什麼區別 我覺得其實現在就大概兩點差別 日本就是反正 因為做了三四十年 他們是一個很成熟的產業 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他們其實都很清楚 就是一個SOP走在你前面了 那台灣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台灣業者 你跟他們見面的時候 台灣業者會跟你講 我們現在是 而且我認為這個話不是假的 因為法令的閒置 比較寬鬆的關係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空的廠房 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在拍 黑黑片的攝影棚 真的 包括捷運車廂那些攝影棚 都是在那些地方 但是問題是 台灣要追上日本的那個 我覺得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當然這也跟台灣 跟日本賺錢的方式 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其實 主要是在做製作性行銷 所以常常大家看到台灣的片子 就會說 怎麼可以這樣 什麼LOGO 台灣怎麼跟日本差不多 台灣做的這樣很沒質感 但其實事實上是本質就不一樣了 對 所以我們等於說 現在的生產基地 台灣是占了一個很大的份額 可是 在這個細節上面 我們還有一段努力的空間 是是是 但是這個也是日本我覺得弱點所在 因為日本他們最主要是要把片子賣出去 為什麼這麼多AV女優 日本的AV女優來到台灣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其實廣告賣片 會餓死的 我不下去了 而且日本好像有一個AV新法 禮優好像都可以在一定的時間裡面 任意要求他下架 對 其實一個法律如果太保護資方 或太保護老方都不是好事 平常任何一方這個產業都有可能滅絕 沒有錯 聽說日本的AV 現在就是發行的色都還蠻慘的 對蠻慘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最嚴重的其實是 所謂的無碼這一塊 有機會我們來跟超哥好好的演講 我們再來開一個專輯 今天我們是要聽說有一個 怪物新人 建大幫我們介紹一下為什麼 他能夠被稱為怪物新人嗎 一般來講 一個日本一年代會出到8000個女優 但是這個8000個女優 其實基本上 大部分三個月內會死亡 因為這是一個 死亡率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大概90應該有 那7000多個都送來我 沒問題 都送來我 我們來這邊建立一個小好品 這個就是一個很殘酷的殺戮戰場 你如果不受歡迎 你要馬上就不要你 就像你去酒店 這個女的來第一天你覺得 讚讚讚 來坐這邊 第二天來 下次服務不錯再來一下 第三天 罵的是誰叫她進來的 我們今天的女主角活到一年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她是在業界最好的片商 當專屬女位 就是說她被一個片商 框下來了 框下來的意思就是一個月 只要發一支作品就好了 那片商就不讓你去別的地方 因為你要養包嘛 你要把那個 所以你要養好 才能好好拍片這樣子 對 所以是一個真的非常非常優秀的新人 那就見大的見解 她能這麼受歡迎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她的寫真集 其實就已經告訴我們 她的賣點在什麼 她的寫真集叫做透明少女 白裡透紅 然後血管清晰可見這樣 然後少女兩個字就不用講 就是因為很年輕 對 是20歲青春的搭配 聽說她出道的時候是19歲 對 她現在是20歲這個年紀 很ju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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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邀請她去答應 對… 那我們就來歡迎今天女主角 公下林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公下林奈 好棒 開心 謝謝 如果我說我是在看她的 愛迪達商標 你相信嗎 我絕對不相信 我剛剛也在看 我剛剛也在看 據說她原本是想要當偶像 那為什麼會成為AV女優 可以成為AV女優 也可以成為AV女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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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她說 做AV也是一種偶像 但是這邊 可以賺比較多錢 對 兩邊兼的 其實她剛剛講偶像的部分 偶像應該都在講地下偶像 那這種收入其實都很不穩定 那有些混得很差的地下偶像 到時候會出現 就是工作人員家表演者 其實比入場的觀眾還多得尷尬例子 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為什麼偶像 常常很多被拐去拍A片 就是這個原因 錢都進不來 入不敷出 對啦 對啦 所以孔夏小姐講的事 是很實際的 她有沒有崇拜的AV女優 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她是從演藝圈轉戰AV界 大名大放之後 又回到演藝圈又發光發芮 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 妳的偶像退休以後 妳的機會就來了 妳的機會就來了 妳的偶像退休以後 妳的機會就來了 妳的偶像退休以後 妳的機會就來了 這樣子 好 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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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林娜以前是運動員 一定要 是的 這種天菜 然後穿田徑服 然後穿跑鞋 穿短褲 在跑場上跑步 那應該會造成轟動 跑一跑發現 後面有幾十個人 都跟著妳跑步 她應該有拍過田徑隊的主題喔 但她沒有運動性 她說 可是沒有什麼運動的場面 有啊 出賣點心運動啊 怎麼會沒有 怎麼會被指導老師給幹嘛幹嘛 還有一個學長吧 欸 顧問老師 只有那個老師 喔 是不是老師 現在大家男友年紀比較大一些了 演學長 然後發現這個18歲的學長已經吐頭了 哈哈哈 林大英本身喜歡年紀大還是年紀小 我沒有懷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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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自己是猫子 所以要幫忙忙 趙哥 他喜歡被照顧嘛 嗯 所以你在經濟上照顧他 啊我在生活上照顧他 啊我在生活上照顧他 有一個SET 我出錢 他出力 你講好像不錯 等一下社長會不會走過來 給我頭上拔下去 不會不會 他會說你很有潛力 下一隻他拍他的攝影師 幫你拍一隻 欸你 雖然我喜歡茶溫偏高啦 但我相信大部分我是比較特別啦 大部分人應該都喜歡年輕冒美 那我們下次也要找熟女來跟曹哥交手一下 哇那個真的 這真的受不了 那個 那個我就會一直亂喵 我的心是空空的 所以你會把心塞給我嗎 我 Fix it 第一次拍影片的心情 會不會比較緊張啊或是什麼 很緊張 很緊張 我不得不說喔 樹葉真的有專攻 你要想喔 一支影片可能我們看到的是90分鐘 可是他實際上工作時間可能是12個小時 對 你還要能夠隨時保持戰鬥狀態 我覺得這真的是他媽的很辛苦 因為你知道燈光打下去 你最好你還硬得起來 可不可以請他教一下超哥 如果今天是遇到一個很緊張的男優 然後以他的專業要怎麼樣讓他放鬆下來 你拿劍大當示範 你不要拿我當示範 這是我的節目 但我願意把機會讓給劍大 讓給劍大 讓給劍大 你要怎麼協助他放鬆 協助他放鬆 他就是可能可以抱他一下 超哥我愛你 愛して you 短暫的擁抱其實沒有辦法讓他真的放鬆下來 我覺得可能要再多一點 比方說靠在他肩膀上 然後再撫摸一下他的手臂 我覺得會更好地舒緩他的情緒 超哥 因為我們知道林大以前是田徑隊嘛 所以我們有準備了一套田徑服 你可以為所有喜歡你的台灣粉絲 台灣男性們 換上你的戰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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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哎呦 你的腰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錯 哇 好可愛 真的 好棒啊 剛剛他穿那麼多 其實我沒什麼感覺 我現在看到這個我發現 原來年輕人 還是年輕人 年輕人 終究是年輕人 喔 超正的 有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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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田徑服真的就比較小見喔 對 因為他們那個風阻要少 你如果那個衣服穿泰國 那個風阻很大就跑不壞嘛 所以他們風阻要很少 你如果站在台灣 如果你去參加比方說馬拉松運動的話 你會發現只有女生敢超越他 男生都跟在他後面慢慢跑 沒關係 名次不重要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你有機會 繼承山上優雅的衣帛 請你一定要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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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 學長跟教授們 會在台灣支持你 我們是一個set 就是我出錢 我負責出錢 他負責出力 不然有再從他的製作費入口